别家的狗雕先回家,他家的狗雕手回家 没错,就是一只人手,一只血淋淋的人手 惊不惊喜,亦不意外 看贵州警方其寺庙想,只破碎实案 故事的最后,真凶落网 村民们居然纷纷给嫌犯塞钱 叮嘱在牢里吃点好的 这又是个什么情况 今天的故事又又又相当的也 白天不动黑的夜,袁宗陪你看世界 时间,2010年2月14日 地点贵州省六支特区白岩村 50岁的小姐姐早上起床发现 几条大黄狗在院坝里争抢食物 凑近一看,假牙差点没下掉 一只肉嘟嘟的人手被狗子撕扯得血肉模糊 也不敢多想,赶紧叫家里的死鬼老公过来看 周永国捡起断手仔细端下 随后确定就是一只真人的手 他也不敢据为己有 赶紧把断手扔到了山洞里 随后拨打了110 民警一个闪现赶到现场 刘所长带队进入山洞 找到了断手 鉴于案情重大 可能牵扯到严重的刑事案件 六支特区公安局迅速展开现场勘查 通过法医勘验 这是一个成年男性的左手和左前臂 左前臂的末端已经血肉模糊 应该是狗咬所致 现在还不能确定案件性质 但经民警判断 有四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 大黄袭击人把人的手臂给生扯下来 第二种可能 大黄袍坟墓 把尸体的手臂叼了回来 第三种可能 附近有车祸 大黄在车祸现场捡到一只手臂 最后一种可能是 附近发生了恶性的碎尸案 大黄在抛尸现场 叼回手臂 按照这样的推理 一路民警开始了对白岩村村民的走访 重点询问 最近村里有无人员失踪 死亡或受伤 另一边 法医得出结论 这只手没有老捡 不像农民的手 另外 它比较新 应该是在一周以内断掉的 杀人碎尸 并抛尸的可能性很大 民警随即展开了以周永国的家为原心 200米为半径向周边地毯式排斩 然而 几个小时后 连根毛都没有找到 周永国家附近 恰恰又是被密林覆盖 搜寻起来难度不小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之时 还得是刘所长 灵光一线 想了一个好办法 那就是在大黄身上挂一个大灵的 再饿它个三天三夜 这样它就会屁颠屁颠地去当初发现尸坏的地方找吃的 三天后 大黄被饿的人不像人 狗不像狗 它还真的出发了 领着人们跋山涉水 上了贵阳公路后就一直往前跑 跑了一公里以后 钻进了一片密林之中 正当民警也准备钻进去的时候 大黄嘴里叼着一块肉 折返了回来 经过砍验就能确定 这块肉就是人体的大腿的一部分肢体 经过现场法医辨别 这就是人体大腿上的肉 人骨上还有巨痕 这下汪汪对立大功了 看来这片树林就是抛尸现场 接下来的几天 民警发现了更多尸坏 然而现场不见头颅和驱赶 经检验 尸坏与断手来自同一人 法医初步推断 死者为男性 40左右 根据手掌的指纹 能够找到突破口 经过比对 民警很快确认了死者身份 龙唐顺 男 45岁 未婚 中山区较长村人 有息分使 经调查 最后接触龙唐顺的人 是他亲戈龙唐柜 还有其嫂子躺在树 换句话说 这对夫妻有重大作案的嫌疑 很快 在民警面前 他们承认了杀死龙唐顺的犯罪事实 然而 村民们却根本无法相信龙唐贵夫妇会杀人 他们认为 这对夫妻人很好 平时连杀鸡都费劲 怎么可能杀人呢 据龙唐贵供述 自己与亲弟积怨颇深 主要还是因为 弟弟龙唐顺没有生育能力 讨过两个老婆 最终都因不得责而离婚 因为一直单身一人 也没有个奋斗的目标和动力 时间一长 脾气变得异常暴躁 成天在外面鬼混 挥霍家产 最关键还稀奋 为了筹钱 坑蒙拐骗 偷抢掠夺 成了他的职业 家人劝阻也毫无作用 然而他还想要一个儿子 居然还打起了大哥小儿子的主意 遭到拒绝后 他对大哥的敌意日渐加深 为了筹集面粉钱 连自己父母的钱也偷 没办法 只能将龙唐顺送去戒毒所 出来以后 龙唐贵把他接回家 分了一间房给他睡 供着他吃喝 按道理说 当弟弟的应该感恩才对 谁曾想 弟弟干出了猪狗不如的恶事 2009年年底 趁龙唐贵外出做生意 龙唐顺趁大哥不在 多次强奸大嫂 期间 唐在书想过报警 但被龙唐顺威胁 如果报警 灭他全家 而且家丑不可外扬 儿子都这么大了 知道亲弟侵犯大嫂 这还叫人怎么抬得起头 又这样 一边是夫妻二人的忍让 一边是龙唐顺的肆无忌惮 便本加厉 那一分钟啊 真的忍不下去了 真的是他太高奋了 面对十恶不赦的亲弟弟 龙唐贵终究没有忍住 拿出一把大铁锤 看到还没死透 龙唐贵又补了一锤 就这样 龙唐顺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终结亲弟弟以后 夫妻二人肢解了尸体 把头颅和躯干扔在了附近一个建筑工地上 四只则扔到八十公里开外的 白岩村贵阳公路旁的树林里 至此 断首岁失案搞破 抓走龙唐贵夫妇的那天 有村民还自发的给龙唐贵塞钱 让他们在监狱吃点好的 村民们觉得 这对夫妇太可惜了 本是为村里出了一个大恶魔 但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 两个娃还那么小 真是一个悲剧 实在令人惋惜 其实我们身边或多或少都有类似龙唐顺这种不仁不义之人 虽然没他那么严重 但这种人你对他越好 他就越觉得理所应当 不敢恩戴德 反而一愿报德 遇到这种人 你们怎么办 晚安 马卡巴卡 晚安元宝们